我們以前常常新聞當中 會看到說 誰長得很像哪個明星 我們就說明星臉 有時候你真的沒有覺得 有那麼像對不對 但是昨天林志玲 上黃紫嬌的網路直播節目的時候 現場有一個工作人員 你自己看看 我昨天看過這個相片 我也愣了一下說 我本來以為是 這個小姐不要生氣 妳長得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昨天一時以為說 林志玲有蠟像館嗎 她是在蠟像館旁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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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實在是太像了 而且昨天上節目的時候 兩個大亮點 一個就是真正的明星臉出現了 二來林志玲也等於是 間接的坦承了 真的跟馬桶小開 秋式海 還有顏承旭 曾經各自交往 長達7 8年的時間 有時候會遇到 真的啊 而且 那你會合影嗎 對 那妳還真的拍啊 這樣對嗎 沒有 她的人說我會簽名嗎 還簽名 簽林志玲 對... 志玲姐姐和黃紫嬌一代以上 開啟玩笑 因為坐在她身邊的工作人員 長得和她宛如雙胞胎姐妹 有什麼話要對她秀嗎 就我很喜歡你 謝謝... 怎麼會長得這麼像 網路節目一播出 馬上獲得熱烈討論 就連臉書迷人 已忍不住截圖大呼 怎麼辦 左邊比較像林志玲 真假 志玲比一比 兩人都留著一頭長髮 大眼睛高鼻子 皮膚也是百里透紅 相似度高達90% 也難怪志玲姐姐看得目不轉睛 但這還不是最精采的 主持人畫風一轉 馬上替志玲姐姐 算算塔羅牌 這三個月會有什麼 戀情發展 你曾經深愛的他 會回頭來找你 加油 好 祝福你 三個月後我再摳你 看看什麼狀況 好 你要不要多一多 哪個他 我不知道你幾個 我也沒幾個 你們都知道 都知道嗎 對 不可能 一定有我們不知道 沒有你們不知道 不可能 沒有 一提到測驗結果 志玲姐姐張大眼睛 一副若有所思 黃指椒趁勝追擊 就是要問出 這名神秘男子會是誰 那個合成的嘛 對不對 然後顏承旭嘛 還有嗎 初戀男友 初戀男友 三個 你四十幾歲就三個 不要假那種可憐 他說因為我每個都差不多 每個都長得很好 七年八年 被逼急的志玲姐姐 首度鬆口坦承 和顏承旭 曾經有段長達七八年的 長跑戀情 先現在傳出 兩人有複合端倪 這回是不是看 測驗結果一樣 也讓外界期待發展 記者張卡亮先為台北報導